发现电影热爱生活 结果因为武器的破坏力不够狩猎失败 距离这座尖叫岛不远的群岛上 王大妈和脸儿狗带队啊 正在观察着大象的生活习性 挨个装定位看他们每天的生活轨迹 笑望时王大妈发现张富贵的行迹可疑 喊上了二狗和手下跟过去看看 后急心驱使下登岛对他们就发现了一座尸体 体型巨大早就腐烂 仔细查看一下王大妈内心震惊 这仿佛是多年前明镇一时的爬的火 难道张富贵在这个岛上 讲了这种没有天敌的实现生物吗 此时周围丛林无缝自动 王大妈预感不好赶紧快跑 但是晚了 两只身生双足的异形怪物疯狂猎失了伙计 他成了早餐 王大妈喊上二狗赶紧上船 他好像认识这些物种 让二狗去找一个人 这人有办法干掉这些怪物 二狗骑着模特就来到了机场 又从水路赶到一座孤岛 他要找这人呢叫王铁蛋 早年是爬地虎猎人 对这些东西非常了解 就当他明镇一时 因为猎杀爬地虎出名之后却销声匿迹了 原来藏在这座孤岛上躲清闲 听到二狗的叙述 王铁蛋重拾热情跟他回来猎杀爬地虎了 这些东西一旦开始繁衍 很快就能霸占这片群岛 况且还有上百个土著在这生活 他不想再出人命 但是这期间张富贵过来一次 给王大妈和王铁蛋一个下马威衣 不让他们阻拦自己捕猎 但是王铁蛋看出来 他们这些鸟枪 根本就没法猎杀爬地虎 还是二狗帮他搞一些装备 可是这些人都是野生动物专家 哪有什么武器 幸亏岛上有个二战遗留的防空洞 里面有两副喷火箱 外加一堆过气的炸药 通讯已经被张富贵掐了 他们没有办法联系外面 只能凑合使用 就在当晚张富贵的营地发生了惨剧 雷声雨声中 一位富豪猎人出去小解石 被爬地虎从厕所给生吞了 但是依然没有挡住 张富贵他们继续进行狩猎活动 这是一群疯狂的人 完全就没有考虑过这些爬地虎的凶残 王铁蛋他们准备一番也登道查看 根据多年与爬地虎打交道的经验来看 这些家伙无性繁殖 已经产下了后代 也就是体型较小 靠双族奔跑的尖叫怪 这些东西靠热感捕猎 还能发出刺耳的叫声让人失去行动力 几天不死就能进化出双翼飞行 那才是灾难 就在这时 张富贵的队伍遇到了这种生物 一阵阵刺耳声 镇的人群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猎人们反倒成了猎物 一会儿就被扑倒一个 只有内挺加特林的扫射能把这些东西撕碎 可是完全没有了准度 幸亏王铁蛋他们听了声音过来救援 喷火枪下 跑地跑烧死地烧死 要不然这次张富贵的队伍 应该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铁蛋扫尸一圈 发现他们正在爬地虎的烈石范围之内 周围植物焦黄 是受到了爬地虎酸眼的腐蚀 刚说到这里有人不听 闹出动静 瞬间就被拖进了地下 随手扔出了喷火枪内燃料罐 震动引出爬地虎捕食 瞬间开火 击中了燃料罐爆炸 解决了这些伤务 但是这次行动 非但没有得到富贵的感谢 他们这些人 还被富贵给关进了防空洞中 晚上富贵继续开展狩猎 可是他的队伍 人人胆战心惊 已经没有了斗志 见到爬地虎后 更是下的不知所措 成了口粮 这时陆续有人提出 退出这支队伍 这样下去 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队伍中的妹子 这样子投奔了 网铁带的队伍 把他们从防空洞中救出 打算联手灭掉爬地虎 正巧爬地虎 听到了防空洞的脚步声 也冲到了这里 结果就被 网铁带他们准备的 炸药轰的粉碎 铁带他们计划 把爬地虎引救到火山口 利用地形让他们归西 剩下的那些小尖叫怪 打算和二狗亲自去干掉 上一次逃生 一只尖叫怪被射中 上面的定位装置 能让他们找到 这些群居的家伙 不过还没过去 就出事了 张富贵把身边 唯一的客户 当成了幼儿 正在捕杀这爬地虎 王铁带赶过来 是人已经被吃了 就连富贵也是遭到了抱怨 拦腰被咬断 最后成了粮食 烧下平静之后 王铁带领着二狗 就去猎杀尖叫怪了 一出洞穴中 他们正躲在里面休息 武器有限 二人还是喷火将 加上电锯的配置 高温的喷火将下 成群的尖叫怪 成了灰烬 个别逃算的 也被二狗电锯止血 另一面伙计们 正利用着 爬地虎的盾地带来的 震动引爆 炸药骚扰着 那头被安了 定位的大象被生吞 所以他们正好能靠他 检测到爬地虎的移动位置 清理干净 尖叫怪的王铁带 但是二狗 回来继续收拾爬地虎了 当炸药不断被引爆时 王大妈带人 先去火山口布置陷阱 铁带突然时间 起码在引他上钩 这座死火山下面 已经布满了木刺和炸药 可是爬地虎速度太快 就要吞了二人时 铁带推开了二狗 他被生吞后 爬地虎就刚好 落到了陷阱里 王大妈这群人 没有注意到铁带的下落 直接就引爆了炸药 梦天难过你种 岂不知铁带也跟着被炸死了 这是他早就做好的准备 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 当年抛弃王大妈 做出的牺牲吧 这呢是一部评论不那么高 却有很多观众的 异形魔怪系列 如果喜欢这种类型的影片 还是推荐大家看看潜作 里面有丰富的怪物 还有王铁带打造地宝 囤积军火和怪物大胆的场面 每一步都让人过俗了瘾 好了 我的老六今天就到这里吧 别忘记订阅一下哦 咱们下期再见